内地星期三新增61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去到扬州指导抗疫 要求采取更果断措施压制疫情 而在广州天河区星期四新增一宗输入个案 多个地点要封闭 友好运报道 广州天河区星期四通报一宗输入个案 患者回国完成隔离之后 进一步检测室呈阳姓 期间他曾经出外救密 当局已经封闭患者住所附近的街道 现场有不少公安住守 都有长长的人龙牌队等检测 另外针对广州5月爆发疫情 经省市几位监委联合调查之后 当地20名领导干部被问责 其中广州市卫健委主任黄光烈等4名官员遭免职 通报说广州在防控工作当中存在薄弱环节 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也有理职不力和失职问题 在江苏星期三新增38宗本地个案当中 37宗来自扬州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星期三度扬州指导抗疫 新华社报道 扬州目前仍处于集中爆发期 出现社区、家庭广泛传播 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孙春兰要求当地采取更坚决果断措施 压制疫情扩散 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这次是继南京和郑州之后 孙春兰再次到疫情严重地点试察 在南京 一名深切治疗部护士确诊 怀疑是在工作过程中受感染 而三名六口街道办官员 就因为在防控和人员排查工作当中 严重不负责任被查处 湖北和湖南星期三就分别新增10宗和7宗本地确诊个案 河南以及云南都分别新增3宗本地确诊 其中在河南郑州 当地星期四下就展开第二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 预计星期五中午前完成采养 有线电视记者由浩宏报道 警方巳前提到 北京